那我想设计我们的人生和设计我们的课案就是一样的 我们要知道最后的那个goal是什么 我们才能backward design 对不对 哈喽 老师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Lucy 今天这一期又是一个重粉视频 给大家讲个笑话 最近有两个同事发现了我的这个频道 因为我没有跟我的任何一位同事说过 所以呢 他们就跑来跟我说 薛老师 我发现了你的channel做得好好哦 然后我说谢谢老师 请问你看的是哪一期啊 然后一个老师告诉我 就是那个打卡表那一期 我说打卡表 我说是什么变美的五个习惯那期视频吗 他说事实是 我说哎呦 真是太谢谢你了 谢谢支持 欢迎订阅 然后另外一位老师说的呢 是那个产后瘦身那期 我就在那想哦 你们作为我的同事 难道不应该去看一看什么教师提升 什么教学软件tutorial 来看这个跟教学完全没有关系的视频 后来我在想 难道是我的视频站的还不够高吗 当然还是非常感谢这两位同事啊 然后我就把我想出的这些视频的列表呢 发给了二位老师 他们都不由儿童的选择了这一期 叫做人生整理术 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好高大上的内容是不是 其实就是非常简单 因为我很多的学妹过来跟我说 学姐你觉得我现在应该是去读研还是应该参加实习啊 学姐你觉得有没有必要考资格证啊 我是应该回国还是留在美国先工作啊 我是应该用opt 还是应该直接去读研究生读什么专业好啊 全部都是这样的问题 然后我的一些老师朋友们呢 过来跟我说的就是 你想不想去换一所学校啊 换一个年级啊 你打不打算回国去做机构啊 要不要做教育培训啊 要不要做网络课程啊 又是一大堆问题 所以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面临这种选择的时候 但是我想我需要搞清楚的事情是 Who I am 我是谁 以及What do I wanna do 我对我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规划 我想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core 那在考虑的时候 步伐呢 肯定会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在里面 那今天所谓的这个人生整理数呢 其实是我从做手杖当中得来的灵感 那我在每一年的最后 肯定是要去计划 明年的这么一个手杖体系 那我就会把我想做的一些事情啊 想开的一些本子啊 把它写在便利贴上 然后呢 我会把它分门别类的排好 这样呢 我一个新的手杖体系就完成了 那我从这个角度出发呢 我就想 也许我可以出一期视频 是关于人生整理数 但是是用便利贴的 其实整个过程呢 会是你自己一个人生梳理的过程 你慢慢的就会发现 你之前所考虑到的那些问题呢 压根不叫问题 因为你知道你人生有一个goal 你有一个大的方向 那我想设计我们的人生和设计我们的课案就是一样的 我们要知道最后的那个goal是什么 我们才能backward design 对不对 那么你需要的东西非常简单 一支笔 但我需要它有三种颜色 还有一个便利贴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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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